所以此无量寿经 叫人厌力所谱 羡慕极乐 那救济凡夫之药法 最重要的方法了 舍苦后面 但是还是得有善根 没有善根的人遇到不相信 说你是宗教 说你是迷信 他不迷信 他不相信 他不会学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佛不度无缘之人 这个缘多生多世 修得的 不是偶然的 欺有众生 乃至借苦得度 这是经历 模糊地等我 欺有众生 信思经济 随意 所愿 借口得度 这四句话 这个四句话 师尊 苦口婆心地劝我们 经历一须 经历 苏愿 只死 经济 这个只就是遇到 遇到这不经的人 所愿 皆得 你想求什么愿 都可以埋怨 你都能够得到 明留金之意 说明 佛为什么把这不经 留到最后 原因好在 这不经 真正能利益 漠视众生 罚灭尽的时候 能受众生 他要遇到了 还能够的利益 罚灭尽后 佛法灭尽之后 百年之间 尚得利益了 往生净土 宽经文哲 何有不生 我们现在 居力发灭尽 还有九千年 那九千年之后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时候 有缘 读到这不经 听到这不经 哪有不忘神的道理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建立信心 罪大 造再重的罪业 都没关系 经上讲得很清楚 无利收 你遇到这个法门 统统能得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